记者周敏鸿桃园报道,桃园事件性男子20日晚间骑机车行进桃园区后火车站,逆向右边讲电话,被桃园警分局大叔派出所寻作于智伟,警员陈俊衍蓝下盘查,警方要求简男掏口袋时,他显得非常紧张,原来内容海洛因与安非他命毒品,已因毒品最嫌被移送法办。 警方说,简男,42岁,有毒品与怯道前科,明知身上持有毒品,汽车还不遵守交通规则,又逆向,右边讲电话,被巡逻经过的警方看到,当然会拦下他盘查。 简男被拦下后神情紧张,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时,他掏口袋的动作变得笨拙,警方说,原来他口袋里有一小包海洛因0.6公克,二小包安非他命1.74公克,他想趁主掏身份证,香烟,钞票的过程中,将毒品丢弃,才会格外惹眼。 警方今天以依毒品罪嫌将简男送办,并将追查简男毒品来源。